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举办的美容职讯课程 今天举办了活动成果展 展出学员各项精彩作品 包括了彩画面具制作和用头发做成的法画 和美甲立体彩绘艺术作品等等 这次的职讯课程当中有三分之一都是新著名 也让外界看见他们的创意巧思 来到虎伟多功能活动中心看到了各种不同的作品 彩绘的面具、头发做的法画、美甲的立体彩绘等等 还有许多精彩的表演 今天是劳动部云嘉南分属为办的美容职讯成果展 今天有三个主题 一个是面季区 一个是美甲区 一个是法画区 那我们就是三个班 做一个三班联合成果展 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个浪漫魏尼斯 就是那个像魏尼斯那种嘉年华的那种主题面具的表演 非常的非常的精彩 真的是很特别 今天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嘉宾如云 嘉宾如草他们的作品都是相当的优秀 巧夺天空 每一项作品 那可见是我们训练成果是到有掌握 大家今天这个活动 一支舞活动圆满成功 这次所举办的美容职讯成果展当中有三分之一是新住民 县长李静永表示政府积极帮助新住民来学习一技之长 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能看到他们用心的成果 这个节训典礼是由我们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云家人分署来协助我们成立的这个职讯班 主要的对象是我们新住民朋友们 然后他们训练的科目就是这个新潮的彩妆跟美容 今天节训的有30位学员 开训的时候也是三位30位 所以是百分之百的节训 参加美容职讯班的学员都感到非常开心 这次的成果展他们也将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展示给大家 未来他们也希望能够顺利考到证照并从事美容行业 然后我在中中学习了很多 包括办客人服务啊 美容啊 彩妆啊 面具 纸夹之类等等的 接训之后我希望可以去考到证照 之后可以去美容行业从事这方面的 把这方面去发展 为了协助失业民众或是新住民 劳动部每年都会针对各县市民众的需求 开办各种不同的课程 来增加大家的就业技能 有需求的民众就要多加利用 记者江仪云林线采访报导